其實我想說一下日本的物價和香港的分別 我還記得第一次去日本是1984年 1984年 超過30年 1984年的時候我十幾歲 十二歲 我來到看那時的汽水機是100日圓 現在都是100日圓的 大部份都是100日圓 有些加了價 有些是110日圓 有些是120日圓 有些是130日圓 但是街邊隨時找到100日圓的汽水 冠裝 咖啡 資裝飲品等等 雖然有些遊客區會貴一點 但是一般的所有的所謂的汽水機率都是100日圓的 你想一下 大概30年的通貨辦將 它在人民吃飯或飲食方面是不會加的 縱使他們的租金是很多 縱使他們的交通費加了很多 但是問題是 市集市場比香港便宜 你去吃飯一個套是五六十元便宜 比香港茶餐廳便宜 那我們在香港怎樣生活呢 日本人便能生活到 我們要反省一下 麻煩你 完